中國甘肅州曲縣的土石流災情 現在已經造成了有702人死亡 有上千人失蹤 而且有三個村莊都被滅村了 救難人員也搭著橡皮艇 挨家挨戶來搜尋受困的民眾 中國甘肅州曲縣發生嚴重土石流災情 許多村落遭到掩埋 事發瞬間楊金鳳老太太腰部以下埋在泥流裡 為了自救 十根指頭幾乎都磨爛了 而另一名男子則是被土石活生生困在樓房的一樓 也就是地面以下整整五公尺的地方 這一困就是近60個小時 直到10號上午11點半 他才幸運脫困 州區縣這次土石流有六個重災區 其中三個村莊慘遭滅村 死傷極為慘重 救援人員滑著橡皮艇搜尋受困民眾 一名癱瘓老人與家人被困在三樓住家中 救援人員費了好大一番功夫 才順利救出老人送醫治療 由於州區縣是兩年前汶川大地震的重災區 也是中國全國滑坡 泥石流地震三大災害的多發區 強震振松土石又碰上乾旱和強降雨 才會讓位於河谷的州區縣災情慘重 米市新聞綜合報導